ET个股推介是建行939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汇金增强内银A股 有助看增市场情绪吹化银行股行情 股份留意今年盈利预测增长在四大行中最高的建行 根据盘货绽合券商预测 四大内银建行、工行、农行、中行 今年盈利预料跌1.4%去到增加3.3% 其中建行今年盈利预料增加3.3% 去到3344亿人民币 就是四大行中最高 建行2023年预测息率9.1厘 亦是四大内银之中最高 走势上建行昨日列口上升5.6% 突破头肩底颈线 收报4.69%走势转强 按头肩底颈线量度升幅 短期目标预料上市5月份高位5元区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回吐的话适宜守住4.4关 大行给予12个月目标价平均5.9%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元带集团